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 羊鸡交手天使 法官大人Aaron Judge 轰出本季第十八轰 还有Soto贡献清雷长打 中场羊鸡8比3踢馆成功 老虎跟猴娃的比赛 老虎打胜敲了三发全力打 加上投手群的好表现 最后是以5比0晚风迎球 美国职棒大联盟 纽约羊鸡客场踢馆洛杉矶天使 双方三连战最终站 二局下半天使捕手 用一发左外野方向阳春全力打 战线守护主场的决心 帮助球队取得1比0领先 不过就五月的Aaron Judge 不是开玩笑 四局上半法官大人 直接扛出一发 左外野两分炮 回进对手的全力打 并且帮助羊鸡2比1超前 而队长都开轰了 羊鸡打线也不能漠不吭声 在七局上半发起猛攻 满垒的大好机会 王搜头敲出越过一垒房区的长打 球一路滚到全力打墙附近 这也直接清空垒上跑者 一局帮助 羊鸡扩大分差到7比1 另外搜头在这场比赛 还展现自己的选球眼 选了两次保送 有了打线支援 羊鸡明星左头 卡罗斯若洞 再次搅出一场好投 前六局仅11分 不过到了七局下 却遭遇乱流 在无人出局 一二雷有人的危机 被Kevin Peeler 敲出左外野轻垒长打 这一棒也将褥动打退场 留下账面上 六局13分的优质先发 但接踢上来的牛棚 相当争气 合计三局50分 中场羊鸡 8比3击败天使 战机39胜 19败 持续战区 每年最佳 接着看到羊鸡世仇 托顺红瓦 迎战底特律老虎的比赛 红瓦先发 前四局封锁底特律打线 其中更是连续 标出八次三阵 更追平 有火箭人 Roger Clements 所保持的对史记录 不过老虎在五局上半 找到突破口 Akiel Beardew 扛出一发 越过绿色怪物的拳雷达 帮助球队打破鸭弹 同时这也是他生涯守轰 Per Vita这场比赛 主投五点一局 失两分 另有九四三阵 无奈退场时 却是败头候选人 因为老虎这边 挂帅主投的 Jack Flaherty 压制力十足 开局连续解决 十六名打者 前六局更是 搅出无安打的成绩 退场后 打线跟秀 受众的球榜 为他的好表现 送上祝贺 Riley Green 以及只有Ascela 在八局上半 双双将小白球 扛出绿色怪物 两人back to bed的开轰 也帮助老虎队 扩大分叉 并锁定胜局 底特律大军 靠着单场三轰 以及Flaherty 充满压制力的表现 中场就为5比0 玩风红袜 战绩重回五成 最后看到国联比赛 芝加哥小熊 交手面瓦机 酿酒人的比赛 前场打抱日级 左头金勇生态的酿酒人 在前六局 取得三比一领先 不过来到七局上半 小熊在一出局 一类一友人时 起用带打 换上日级好手 林木晨叶 他将投手一颗偏低卡特 直接落出 左外野全力打墙外 帮助球队 扳平比分 也帮前场 挨了三轰的同乡队友 金勇讨个公道 但酿酒人 反击速度也很快 七局下半 克了对手抱头 Black Perkins 直接攻占得分大门口 接着Ruse Turin 敲出内野安打 Perkins趁势跑回本类 帮助球队再次超前 然而芝加哥打线 也不是吃素的 Christopher Morrow 在球术占尽优势的情况 带中一颗 红中石头球 夯出场外 两队4比4 再度回到比赛原点 但酒鬼大线 可不打算在原点等太久 前两打席都没敲完的 Gary Sanchez 在八局下半 两出局 两好三坏 满球数时 面对Tyson Miller的坏球 他老兄展现怪力 将球挥出中外野大墙 正所谓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Sanchez这场比赛 第一支安打 就是这发两分炮 中场酿九人 就靠着这发全力打 16比4 击败小熊 赏给芝加哥军团 近八战的第七败 我来提议台 综合报道 接下来讨论一下 纽约的两支球队 杨基的法官大人 目前以十八轰 畏惧榜首 而且光是五月 他就狂敲了十二发全力打 还有不少非常不科实的记录 值得慢慢讨论 好大都会最近有乡兵 昨天还有球员爆气 赛后被开除的休息室事件 今天是用击败香尾蛇 稍稍平复一下 杨基队长Aaron Judge 面对天使三连镇的最终回 敲出个人本季第十八发全力打 产量追上泰克和卡尔塔克 还有精英的Handerson 并列全大联盟榜首 更要恭喜George 生涯第两百七属红出炉 追平的退役 传奇的强打 捕手追上普萨娜 共同位居对使的第八名 五月的法官超级疯狂 单月三成五打击率 贡献二十三分打点 加了十二八全力打 是单月全大联盟最狂的重炮手 George这个月二十四支的长打 也追平两大传奇学长 贝比鲁斯和鲁格里 共同保有五月份洋基的对视纪录 而George的炮火也带动球队 五月战绩长红二十成八百 目前六成七二胜率高居美东龙头 也是全美联战绩最好球队 至于调文君同城的邻居大都会 主场三比二险胜香尾蛇 终止三连败的小低潮 亮点是核弹头领导四大处 斯安打提起演出 更发挥他左右开工特色 在左打区跟右打区都抢处安打 球场上属于激动真情流露派的领导 赛后访问有点冷静 或许跟球队最近低迷的气氛有关 赛前他们最近十场吞了八百 过去二十四个小时 更发生包括Pie Alonso 被畜生球砸上右手 投手Lopez大爆走 还丢手套上看台 再后直接被开除插曲 这场比赛前全队特别开会 有检讨也有鼓励 希望拯救目前不理想的士气 以及战力 选手和球迷都能重拾笑容